马背视角解读有莫莫名 大家好,我是老阿 今天咱们继续讲 成吉思汗创建的缺血军素卫制度 缺血军是素卫军的统称 其中分一千名剑筒是Hochin 还有一千名素卫军Gaptul 另外八千多人是Torot 托尔乎特 成吉思汗一生宗 从来没有建立过都城 甚至都没修建过一个像样的城池 但是他从草原走出去以后 却毁灭了无数个城池 无数个土木建筑 按照成吉思汗的理解 长生天的意志就是 这些土木建筑根本就没有理由存在 如果我们非要强加给蒙古帝国一个都城的话 那么成吉思汗的都城就是这座移动的蒙古包 对当时的蒙古人来说天大地大 这座蒙古包移动到哪里 哪里就是帝国的中心 对那些定居者来说 城池是他们维护政权的最基本保障 有了城池他们就能更有效地 拱卫他们的专制制度 城池主要的用途就是 对外可以抵御他们所谓的敌人 对内可以治顾他们的人民 这样能确保那些利益集团 统治阶级不遭受损失 作为草原帝国的元首 成吉思汗和他的政治中心 一样需要拱卫 但你知道 确学军是如何拱卫帝国中心的吗 一千剑筒室和一千素卫军的 警戒半径是以大帐为中心 半径60公里 以大帐为中心 方延300公里为戒 都会从托尔胡特里抽调 辽旺哨警戒 因为骑兵的一天行军路程 就是在300公里左右 如果发现敌情 有人偷营 辽旺哨会迅速地发出信号 确学军也会迅速地组织起来防御 确学军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是用来冲锋县阵的赶死之士 而是帝国核心机构最后一道贴身的防线 从确学军始建之初起 他们就负责保护蒙古的心脏 帝国的首脑 确学军跟巴鲁银和探马赤军不同的是 巴鲁银主要是由奴隶组成的 而探马赤军主要是由违反大扎萨克的罪犯组成的 这些人每战必冲锋县阵 为的是将功赎罪或者建功立业 改变他们的出身 改变他们的地位 这些奖惩制度都明确地写在 长吉思汗草原法典大扎萨克里面 确学军绝不是一个非蒙古人不得加入的机构 因为长吉思汗的用人原则就是 认人为贤认人为能 绝不认人为亲 确学军里除了蒙古人以外 还有钦察人党相人 契丹人和女真人 还有宋人 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以后 这些曾经的缺学 曾经的宿位都在蒙古帝国或者元朝深居耀之 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地位显赫 但他们都不是出自于黄金家族 甚至都不是出自于蒙古的士族 确学军是当时有之难而近身仕途的必有之路 这些人追随大汗 南征北战东党西沙 历练了意志磨练了本领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杖量世界